小春花 小春花就沒有什麼想要對我說的嗎 別人的一舉一動都在你的監控之下 別人想的一分一毫都在你的計算之中 哥哥你好得意啊 哥哥現在不管做什麼小春花都會多想 秦流風會找補二這種消息 小春花想要知道難如登天 可對哥哥來講是易如反掌 哥哥如此無所不能 卻偏偏還是要利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我 哥哥現在說什麼你都不會相信的 我也不想辯解 哥哥只說最後一句話 我是利用過你 但並不是全部利用 哥哥是真心在等待著你 就算哥哥並非是從頭到尾都利用春花 那又有什麼用呢 哥哥喜歡你 哥哥真的喜歡你 可我不會再喜歡你了 可我不會再喜歡你了 我不信 我不信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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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不喜欢哥哥了 如果小春花 真的不喜欢哥哥了 能不能让哥哥 看看你的心 小春花 你怎么了 疼 疼 百花节 什么是百花节 季独 无尽 小春花 你确定还要离开我 你知道百花节吗 百花节 属下听过 讲给我听 这是千月洞的毒药之意 专门为每一届的洞主所用 千月洞群狼还死 洞主想成大事 必须做到 穿行于百花之中而心如止水 百花节 就是用来提醒洞主 不可动情的毒药 尊主 难道你已经服下了 继续说 服下此毒后 一旦动情 毒性就会从心脏 扩散到四肢百骸 起初只是微微的心脚痛 若还是为情所困 就会遭受万蚁尸骨之痛 最后情断人亡 尊主 不是我 是你舍不得下手的固案 她把这药给了小春花 害得小春花这辈子都不能再喜欢我 你还让她死吗 她应该被我做成人偶关键兵骨 日日夜夜生不如死 属下 愿被毒入兵骨 日日夜夜生不如死 重花姑娘 是不可能不对尊主动情的 属下错了 对 小春花 不可能不喜欢我的 他是喜欢我的 是喜欢我的